今天是洛杉矶的时间 1月24号 然后我们今天呢 要回我家去做一个年夜饭 所以今天我想记得一下 我们做饭的这些过程 我们买了好多吃的呀 我们准备回去做饭 我们要准备做饭了 我感觉你们都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们先不要干什么 我先喝一口奶茶 你先喝一口奶茶 这个四季豆呢 你得把他的两头 你在喝雕什么 你在跟谁说好啊 你在跟谁说好 四季豆必须要把前面和后面的两个头 你真的 他掐掉 为什么看你呢 你觉得他们 因为这个四季豆 他前面和后面是有毒的 所以必须要把这两头给掐掉 真的吗 我的天哪 你不掐四季豆前后两头的话 你会吃动中毒 什么中毒 快来的 要飞进来的 是咱们 现在我把四季豆都已经摆好了 那么就可以 然后我要你放一些 放一些那个盐 这样的话 可以先消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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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厘米的 municipal family 2.3厘米的烧热 钥匙 1.15厘米的烧热 3.4厘米的烧热 1.8厘米的烧热 3. possibly 3.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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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吗 4. Anat 3.你刚as 摆完 1.5厘米的烧热 2.3厘米的烧热 我跟妳說 好累耶 吃到後面就劈一下很爽 然後又往後吃就 就打開了 我現在要做一個 酸汁蛋湯 我等一下 有,有,有 有,有,有 有這 沒在這 MING PAID I have an excellent and 좋은 day I have an excellent day I'm still full of rain I'm still full of rain I love my Christmas I miss the Christmas Voyage 下午不然都不吃满满饭 却只剁抖 我们第一年也是一直做到来吃一点 我喜欢那种皮厚肉上的 我喜欢那种味道提高的 没关系 你们帮它上馄饨 我要放一个辣椒袋 哎 那你切一半都太辣了 这样那边不明显 就要狠一点啊 放了一个辣椒 这个角子里 看谁能吃到这个熙幕的鸟子 і弘奏 我夹多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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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可以吃碗嗎 SMITH 不太健康 其实还挺好喝的 抽下那个吧 那个就是有辣椒的那个 我们做完饭了 这是一个焖虾 然后撕豆炒肉末饺子 然后排骨炖土豆 然后可乐鸡翅 然后皮蛋 然后消食汤 还有饮料 11点45分 开饭了 有做的 有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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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挤 有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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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share一个 还好 你要不要去拿一个 找一个 可以找起来的花 你刚才能吃 你都想要 看不见 可以连我们的老师 看不见 我今天就回家了 这就不太能听着 我现在就回家了 然后我们今天过年就结束了 今天基本上就在我家 大家一起做了一个年夜饭 然后一块看了个春晚 对 然后我现在回家了 我准备卸一个妆 我觉得呢 其实就留学生在国外过年 真的就是挺孤独的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做 我感觉其实在国内吧 就过年 我知道今年可能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以往的话 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可以做 但是我们 我在这边已经三年了 然后每一年都是 基本上都是在家待着 因为出去能干嘛 就没什么可以干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在这边 就有一些能跟你一起过年的朋友 这样的话 就算在家里也不会很无聊 就我还是挺庆幸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洛杉矶这边 就是有阿里阿 Daniel Brander 就我高中朋友 然后我们这三年 就在美国这三年 我们每一年都是一块过的年 我都觉得让我找到了一点家的感觉 我觉得年纪饭这个东西 其实最后味道好不好吃都没有关系 最主要的就是 大家能一块做的这个过程 让我就觉得就很温暖 就让我觉得好像回到中国了一样 虽然在我觉得在中国可能反而晚 不太会参与到做饭过程中 因为我们家人实在太多了 但在这边一块 大家做个中餐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蛮开心的 我现在准备做一下我的晚间呼呼 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我先刷一个牙 然后今天我的牙刷是这个Softy的牙刷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Softy的牙刷 我就已经刷牙膏 所以它的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就我的牙一直处理中比较敏感 但是我用它的话 就是我清理起来不会难受 而且我觉得清理的还非常干净 以及呢我感觉它还有一个美白的效果 然后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比的话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震动的时候就可以高速的去除你的牙渍 然后达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哎呀哎呀 它的牙膏掉了 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OK我现在刷完牙啦 就是我感觉真的非常的干净 而且感觉白了呢 然后最近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 虽然这个节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Sophie这个牙刷特别开的地方就在于它出了情侣款的牙刷 就是你们看我这个是一个小红帽的一个图案的牙刷 这个小红帽按的来讲是应该配一个大灰狼的那种的 但是我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单身的孤独的小红帽 就是如果你没有对下动感你们可以配对一个 然后除了这个图案呢你们还可以定制很多其他的图案 然后还有这种专属的刻字 就我这个上面就是刻了一个小红帽的一个字嘛 我感觉牙刷呢真的就是非常人性化 就可以从这种生活的小细节中提升整体的一个幸福感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 就是情人节的一个买酒的选择吧 给你们推荐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一直用的这个精华 不知道已经种草多少遍了 还是这个小黑瓶对的 真的非常好用 所以我就回购了一个大片的 是我那个第一片已经用完了 然后具体的功效我在这里不稀缩了 反正我用到现在我最近真的就是基本上没有找到 如果你们对这个产品感谢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 上完这个精华呢我最近呢 就是还有一个让皮肤就是脸部紧致的一个东西 我很怕说我的肉以后会垂下来 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虑了 反正我是属于那种脸特意胖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用一个紧致的东西会比较好 而且可以顺便按摩一下我的脸 这种防防止你坠肉的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真的有没有效果 反正我用了一个十分以后 我再跟大家来反馈吧 就是这个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多久 所以我先付给大家安理 就等我 觉得真的差不多的我再跟你说 我最近呢是个精致的女孩 我还会在弄一个我之前也是微博发货的一个黑夜圈 房间圈的一个叫什么样的叫什么牌照 熬夜车 最后呢这也是我机场买的一个 她说是可以美白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用足够长的时间 现在又准备好去睡觉了 然后妹妹一直在那叫 就她可能就像我陪她去了 所以这个视频段这就结束了 然后跟你们分享一天 我在美国是怎么过年的 然后希望你们在中国开开心心的 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困难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克服这些困难 然后这个冬天就快结束了